歌手、模特兒、名媛、KOL 名人系保養香氛品牌 在台灣的美妝香氛市場中 美出一片天 Hello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这几年网路的媒体兴盛 在国外有很多明星或者是IG的网红名人 都推出以个人名义出了保養品 那在台湾这股风潮也吹过来了 第一个我要介绍就是 孙尤安的孙董这个品牌 其实我记得去年大概6月的时候吧 他就本人亲自带着他自己生产的保养品 到Vogue来拜访我们这些美容编辑 那当初我就觉得说 哇他真的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歌手 那他就是帮我们讲一下产品 而且每一个人都帮我们写一个 就是专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卡片 所以就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孙董的保养品啊 他的灵感来源其实是他的外婆 因为听说他的外婆啊 一直到80几岁的时候 他的皮肤都没有任何的斑点 甚至皱纹也非常的少 因为外婆就是很爱很爱很爱美的那种 然后他是连睡觉都要放丝巾在枕头上 因为他怕磨到还是干嘛 然后他自己就很喜欢种一些 例如说丝瓜啊 或者是花花草草什么 他很喜欢做一些有的没有的 然后来做服料 然后从小我妈也是跟着他 然后到了外婆过世的时候 他都没有老人搬 我们家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小秘方 可是这出去大家可能会觉得 你怎么这样子搞啊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应该要把 这些流传下来的东西 然后用比较科学的方式 然后确认过一切都OK 然后再属于我们家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然后如果可以把它流传下来感觉 我觉得外婆应该也会蛮开心 孙董的这个面膜啊 就是在网路上面造成大家的抢购 那我仔细看了一下 他里面其实有一些成分 是现在很多专柜保养品会用到的成分 像是酵母啊 还有能够镇静肌肤的干草成分 很多人夏天或者是常常因为日帅 或者是紫外线 或者是空气污染 其他的皮肤就是遭受到很多的伤害 其实敷了这个面膜 他可以安抚镇静 如果要说特别跟一般面膜不一样的话 他可能就是有四层夹压 四层夹压就是他打开其实会有四片 就是外面撕掉 就是外面撕掉 然后剩两片嘛 两片你千万不要分开它 因为它是特别用机器去夹压 就是它中间有一些空间 就是规定好的空间 然后就是你QQ的那一面 很简单QQ的那面放脸上 然后天丝朝外面 然后它中间就是 因为你敷上去 我那个生物纤维面膜是有点厚度的 所以它其实会跟你的皮肤有一点空隙 然后你的天丝外面 跟你的生物纤维也有点空隙 其实它会有一个OTD效应 就是它会对流 就是你敷久了 其实也不会有时间压力 不会觉得说 它干在脸上或什么的 另外一个啊 我要特别介绍的啊 就是精灵霜 精灵霜其实就是现在大家说的素颜霜 那这一瓶啊 我当初听是因为我同事 他真的认真的使用 他跟我说 他真的超级推荐 尤其是就是去年因为疫情 大家都不喜欢上粉底 这瓶精灵霜 其实就可以帮你搞定 它利用了二氧化钛跟氧化芯 还有一些很好的植物的保湿成分 或者是抗过敏成分 所以可以让你的皮肤就是 一擦完之后呢 就是有点透亮的感觉 我不是会在脸上涂很多东西那种 所以我会觉得说 它有保养要涂那些 然后我出门还要涂那些 真的是有够麻烦 所以我会希望 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涵盖所有的 我不需要去擦很多保养品 然后它有保养的功能 然后我可以防晒 然后我可以隔离 隔离就是它会有一层 我们有一个局里肌 就是它可以镇静你的肌肤 然后让你的毛孔 就是跟外面有一个薄膜 它就是有一个萃取出来的东西 可以防护你的肌肤 然后它可以修饰 就是女生大家一定要修饰 或是润色什么的 那如果你把修饰或润色做得很重 那它就会像粉底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满讨厌它粉底的人 我也不想要看起来太塑胶 或是太怎么样 因为我还是希望一切以自然为主 可以说它是素颜霜 可是它又可以保养 然后又可以防晒 然后我觉得以隔离 或是保养这块的话 它的遮瑕程度其实是蛮高的 如果你不是皮肤特别有状况的人的话 这样 就它看起来是有肤色 或是跟我的手有差 可是还有里面那个 局里肌的一样的成分 就是它蛮可以抚平你的毛孔的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涂的话 我其实它的设计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懒的人 就是你可以洗脸 用洗面乳洗掉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要介绍模特王兴田 他在2019年创的那个 纳木娃的精油香氛品牌 那王兴田他其实从小就对味道非常的喜欢 他很喜欢一些很清新自然的味道 像是这个室内扩箱 还有精油蜡烛 那现在我在创立的时候 第一款商品其实我就是以扩箱出发 因为扩箱我觉得它是最放在那边 是可以我们会被动式的意志 会吸收到 就不像是像香水泥一定要喷 或是要怎么样出去才会有 它是无形中一直存在的 所以我就以家为出发 居家为出发 然后先研发了第一款香氛 那这一款香氛呢 就是我研发的第一个味道 就是自己调配的第一个味道 同时它也是我们现在 拿木娃的一个明星商品 叫做乌木鸢尾花 那它是比较木质调的一个香氛 那每个系列我也有推出的是香氛蜡烛 那香氛蜡烛当然最基本的 因为要天然里面一定都是大豆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很多人会反映说 那我的香氛蜡烛一定要很香 可是其实越天然的精油 它越难挥发出那个香味 然后化学的香精当然就很容易 所以为了因为我们是使用精油 然后又要达到那个方向的目的 所以我是加了将近就是 满满的10%的一个精油 在这个蜡烛里面 拿木娃的香氛啊 它都是选用法国跟英国的精油 所以王兴田说 他宁愿等到很好的精油 再来调配这些产品 所以有的时候他的产品也会缺货 要稍微等一下 那像去年呢 他也推出了就是干洗手跟护手霜 因为他这个有利用天然的植物调香 所以每一款干洗手 他擦完之后都会有那种 很香很舒服的那种 王兴田调的那种味道 那我们的干洗手呢 里面这一个成分呢 都是有拿去给SGS验证 就是有99.9%的灭菌力 所以他里面也都是有75%的酒精 添加在里面 那里面也有添加芦荟成分 可以让你擦完干洗手的时候 手不会干涩 然后破坏到自己手的皮肤 Normal是我最近在网络上发现的一个 讲究天然纯素 临残忍的一个保养品牌 他的创办人啊 叫做Melinda 他其实是一个时尚部落客 也是一个IG的网红 他其实也是杨佑宁的老婆 那他创的这个牌子啊 其实就以亚洲的女生的皮肤保养为主 所以都以讲究天然跟简单的保养效果 Normal是一个互动性非常高的牌子 我们非常重视大家有没有参与感的这个感觉 我们从外包装 研发 把质地 今天的盖子要怎么开 就是怎么方式的挤压 到每一年到底要出什么类型的产品 其实我们都会在我们的社交媒体 来做一个调查 还有分享交流 那我觉得我们收集了这些所有的意见之后 就会让大家对我们这个牌子非常有连接感 我觉得这是特色之意 那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近期最爱的两只Normal产品 这一只就是Easy Radiant Solution 有感角质 换肤调理水 含了传统的AHA果酸 还有PHA葡萄糖酸 就是可以做一个非常温柔的代谢 那怎么使用呢 就是3到5滴 沾在化妆棉上 往外画圈 这样子推 那其实就可以非常非常温柔的代谢 你皮肤的死皮哦 另外很想要推荐呢 就是这一只聪明油水平衡进化录 像名字一样呢 就是可以帮你皮肤达到一个 油水平衡的效果哦 然后里面含有10%的那是Cinamide 那就是Vitamin B3 它可以去痘印 缩小毛孔 是一只非常非常清爽的进化液 刚刚Melinda分享了 他们这个油感的换肤水 其实换肤水真的很适合像现在 就是进入夏天的季节 如果你有些角质堆积 你可以就是稍微擦拭一下 让你的皮肤变得比较亮 那另外一个啊 我也想要推荐他们的这个明星产品 就是他们这个含有Vitamin B3的一个精华液 它其实可以帮助你的皮肤 做到油水的平衡 如果你的油脂平衡不好的话 其实你擦完这个 其实你的皮肤会变得非常的清爽 非常的干净 Inside Out是时尚名媛杨秀荣 创立的保养品牌 那杨秀荣它经营的甜点店 其实大家应该印象也非常的深刻 它现在则是把主力放在这个 Inside Out的这个保养品牌 那它创立的宗旨其实是 它就是不分性别 不分肤质 它觉得啊 其实像年轻人啊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把肌肤的保湿做好 保湿做好皮肤就会发光了 那Inside Out的最明星的产品 就是这一支全效精华 那它这一支就是有 富含多量的这个分子丁 就是一个保水的成分 以及玻尿酸 所以你擦完之后 你的皮肤就会非常的自然而然散发出水分 那我觉得使用其它的触感非常的特别 就是它挤出来啊 是看起来是透明的 对不对 可是它抹起来 诶 怎么有点油油的感觉 有点浓厚 油油的凝胶的感觉 可是你全部擦完之后 你的皮肤就是马上就是被吸收 而且皮肤感上面是滑滑的 那另外这个是Inside Out的睫毛雨衣 听说也是他们的网站回购率最高最高的产品 像现在很多女生都喜欢去嫁接睫毛 所以这个其实是就是你嫁接睫毛用的产品 因为如果你有接睫毛的人 你一定知道它是把你的假的睫毛 接在你的真的睫毛的根部 就是直接擦 就是把你的真睫毛跟嫁接睫毛 再加上一个cutting 等于说它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把你的真假睫毛做一个很好的保护 这样子可以延长嫁接睫毛的寿命 另外你也可以把它擦在你的眉毛 当你的眉胶 所以这个睫毛雨衣也是一个非常热卖的产品哦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绍的名人出的保养商分品牌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彩妆保养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